问,出面有没有下雨,答,出面下雨,有没有下雨,生人好,如果有人这样答你问题,你会觉得他一系就是换东西,一系就是精神有问题,但是却有大师级专栏作家说,通缩与通胀并存,有些商品如石油金属就是通胀, 轻工业产品就是通缩云云,又有地产介具指,及其行家与流罗,声称因为通胀重临,所以流价必升云云,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某些人在分析与思考问题时,有意无意把本质与表象混淆,可能为了欺人,更加可能是自欺,正如有人见到街上的行人露湿了,就说,下雨, 洗街得不得,倒卸水得不得,爆街喉得不得,消费物价指数CPI正数,就表示通胀,就表示预期物价上升,就表示流价必升吗,通胀或通缩的本质是什么,根据教科书的定义,通胀就是通货膨胀,即是流通的货币,不论是真金白银或金融体系制造出来的M2M3, 在数量上增长,导致货币的购买力减低,其结果是物价出现普遍性的上升现象,通缩就是通货收缩,定义及现象就是通胀的相反, 讲到这里,大家想到通缩与通胀并存,这句说话多么荒谬,有没有可能出自几十年投资经验人士之后,其实, 要解释某些商品价格上升,同时另外一些商品价格下跌,根本就不关通货事,正如恒指由87年高点4000点升到97时17点, 一样大把股票跑输大市,甚至一尋不起一样,股票可以个别发展,商品为什么不可以,石油可以升到巴巴升,农产品及轻工业产品跌极都有得跌, 根本上就是个别商品的供求平衡问题,与七十年代各国政府增双开动印刷机发行货币不同, 目前各国根本就不是用这个方法慢性充公国民的财产, 而是以货价增双下跌来变双充公国民的财产,在目前或可见将来,货币供应可能相对稳定, 但货价可以带上大落,既然名义货币没有增加, 在追逐供应相对稳定的商品自然也不会出现普遍的价格上升或变动, 代之而在则是个别商品出现供求变动导致个别商品的价格升跌, 与其留意起落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消费物价指数来推测商品价格趋势, 不如实事求实分析其供求,以至市场预期未来的供求, 目前的大势是,价格看升的是非再生资源, 如石油,矿产,及上油产品,如钢铁,塑胶, 看跌的是可再生资源,如农产品,及下油产品,如电器, 仿跡品,要解释这种现象,不可能单纯用通胀通缩, 而是要考虑全球性的产业结构的改变,以石油为例, 是否现时的油缘开始枯结,开发进度追不上新需求, 多出来的需求是谁买了,买来做什么, 最后可能发现是步伐互用来浪费及威,又例如钢铁, 除了因为国际性的生产当年来停滞不前外, 多出来的需求是否一次性的,例如有国家狂谷基建, 工程完成后,患有没有那么多需求, 当这些一次性的需求满足了之后, 未来的需求下降配合短期盲目的生产, 是否可以预期未来的价格受压,再进一步缩窄问题, 既然不同的商品可以有个别的供求之别导致价格个别发展, 同一种商品的不同档次或种类, 又是否有个别不同的表现呢, 例如钢铁,高侧钢与低侧钢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同时流雨,豪宅旺铺升到你不信, 中小单位普通铺升小小, 居屋写字流淨铺无什么点升, 厂下货仓旧楼裂楼要吐突, 正如以前讲过, 燕碎当然贵过面包, 加下地产商用几十亿近百亿买一块地, 不单只不是燕碎, 而是燕盏, 天狗次, 你用面包白粥价去计当然是很贵, 人家根本想当了它是豪宅地买, 用河文田区的旧楼价去计, 不如用窩白, 军林天下, 加亨湾去计, 最后可能卖得半山山顶价就有大钱赚咯, 你可能觉得过分乐观, 但是一个屋村只有一千几百个单位, 要找一千几百个有钱人或者傻仔又有何难, 反正这一个斗傻游戏已经换了成年, 只要过多一年半再, 卖楼花过了海就是神仙, 话回转头, 地产业人士以消费物价指数连升两个月为理由, 预期楼价持续上升, 不买就笨, 一来, 消费物价指数的主要成分, 约三成, 是租金, 他们这么说是到果为因, 所谓通胀是租金上升的果, 而不是楼价上升的因, 二来, 不是什么楼都升, 条件不够的楼与轻则跑书大使, 正如劣鼓跑书大使一样, 重则要下跌求售, 三来, 也是最重要而又最被人忽略的事, 目前某些一手楼盘的价格根本上扣资了未来几年的预期升科, 请记着, 是预期, 而不是必然, 用高价抢入, 大使升不关你事, 大使不升就即时坐艇, 大使跌就即时见红甚至负资产, 例如用高市价两成价格买, 却去做九成按揭, 当然, 温水煮青蛙是很舒服的, 反正难逃一死, 总好过比滚水禄, 个人并不认为楼市会在未来大升大跌, 极可能是在现水平徘徊几年, 等经济的基本因素追上楼价, 更多人有能力支持楼市, 但赔回市也有人输钱, 深红高位接, 腾鸡低位放, 浅水浸死人, 楼买不买得过, 看价钱, 楼买不买得过, 要计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